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当日28号晚抵达柏林,开始对德国进行政治访问。 德国政府官员、中国驻德国大使马灿荣及中国驻德使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华销华人和德学生代表等到机场迎接。 温家宝在机场发表书面讲话说, 我期待着同默克总理和德国其他领导人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以增进互信扩大共识。 我相信,此访将推进中德具有全球责任的伙伴关系进一步发展。 温家宝是在结束对瑞士的政治访问,并出席在达柏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后抵达柏林的。